我们经过18个月的讲道 今天来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讲 我想我们都同意 约翰福音是一本非常丰富的一本福音书 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今天信息的重点就是 大家都要走好自己的路 而且要以爱走好自己的路 这个路是怎么走的 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25节 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以后 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讲解 我们一起念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 随意往来 当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的胸膛 说 主啊 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核干 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 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核干 这些事做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 就是这门徒 我们也知道 他的见证是真的 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若是一亿都写出来 我想 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 也容不下了 在这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里边 我们一起来思考 以爱走好自己的路 怎么样以爱走好自己的路 你需要两个承诺 第一个就是爱主的承诺 第二个是以生的承诺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就是爱主的承诺 在第15节到第17节 他们吃了早饭之后 耶稣基督就来向彼得 三次地问他 一连三次问他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在下面的经文里边 给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称呼彼得为 约翰的儿子西门 在圣经书里边 在福音书里边 每一次耶稣 称他为西门的时候 都是关键时刻 当耶稣呼召彼得 跟随主的时候 他称呼他西门 当彼得宣告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也称他是西门 当彼得在 克西玛尼云里边 沉睡的时候 他也称他为西门 当耶稣称他约翰的儿子 西门的时候呢 彼得知道 一定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耶稣问他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些 这些是谁啊 这个彼得 彼得看着他的渔船 能够再七个人 彼得看着他的朋友 有六个伙伴 彼得看着那些 拖上来一百五十三条鱼 是要爱耶稣 比哪一个更深呢 我想最可能的 就是指这些门徒 因为彼得曾经夸口说 众人虽然 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其他的门徒只是一气 耶稣基督逃跑了 但是彼得是一连三次否认主 所以耶稣基督 要他再次地宣告 他爱主的心 比其他的门徒更深 或者说至少一样深 彼得看着这一切 没有一样是他的 没有一样能够 真正地满足他 他对耶稣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比这一切都更好 耶稣是好牧人 现在把牧养的工作 委托给这一位 一连三次否认主的门徒 以前耶稣称彼得为 得人的渔夫 现在彼得是牧养人 拿起牧养教会的职责 第十六节第二次的承诺 耶稣在问他 你爱我吗 耶稣问彼得 你还会否认我吗 你还会犯错吗 你还敢夸口吗 你还敢自以为是吗 那就是他跌倒的原因 对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我不敢了 我跟随你到底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十七节 第三次 再一次地 要彼得发出一个承诺 约翰的儿子 西门 你爱我吗 这个时候 彼得的心中就纠结了 他心中就忧愁了 他如何证明自己的真心 彼得想一想 耶稣到底要什么 他突然间想起来 突然间觉悟起来 耶稣为什么一连问三次 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 耶稣要彼得三次 重新确定 他对耶稣的爱 彼得这个时候 只能够在耶稣的面前 开诚布公地打开心扉 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的心 你知道我爱你 当彼得三次地 确定他爱主的心的时候 他三次否认主的软弱 被宽恕了 彼得后来就写了 彼得前书 第四章第八节 来劝勉教会 说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要真正的彼此相爱 为什么呢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他自己的罪 也被遮掩了 他是轻生经历 走过的 他也劝弟兄姊妹 要切实相爱 彼得知道 否认主的过犯 被赦免了 翻篇了 他从惨痛的失败中 重新站立起来 这一连三次的承诺 让彼得领导的身份 重新地奠定下来 在这个爱主的承诺里边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一个经历 这一段的经文 对我们当中 服侍的弟兄姊妹 有特别的提醒 包含我在里边 我要跟弟兄姊妹 来提醒 这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我们需要 从懊悔当中走出来 才能服侍 你的过去 你的失败 你的羞辱 你的骄傲 你与人的纠纷 如果没有处理好 它将成为你未来的障碍 过去的懊悔 必须走出来 如果没有从懊悔中走出来 你会怎么侍奉呢 你的侍奉通常就是过度补偿 过度补偿 拼命用侍奉的成果 来弥补过去的措施 结果呢 你就边侍奉别人 也边侍自己 你不留余地地边侍别人 希望他快快步入正轨 免得他也走你的老路 结果带来 法利赛事的规条主义 你就盯着他 他在压力底下 就屈服了 一点都不快乐 但是你也鞭策你自己 努力不懈地 丝毫不敢怠慢 希望快快弥补你所造成的伤害 结果呢 往往心力交瘁 演变成一种 力行公式 毫无喜乐的侍奉 这是你的侍奉吗 还在奥会里边 还没走出来 爱主的服侍 能够释放你 从奥会中走出来 我要给我们当中 侍奉者的弟兄姊妹 第二个提醒 就是我们需要一再的承诺 你看彼得需要三次 你跟我需要多少次呢 你看我们的承诺 往往经不起苦难的煎熬 挡不住七情六欲的试探 我们就像西游记的孙悟空 安耐不住 蠢蠢欲动的欲望 冲动枉烈的本性 没有那个紧枯儿的约束 就会大闹天宫 那是西游记 但是我们呢 什么海枯石烂啊 什么天长地久啊 什么月亮知道我的心啊 其实啊 时间和空间 常常把我们的承诺 消磨得无影无踪 爱主的承诺 需要一再而再的承诺 在每一次的祷告 每日的灵修 每周的敬拜 每个月的圣餐 一再承诺 就像你刚才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一再的承诺 一再的承诺 爱主的心 第三 侍奉者 你要记得 我们需要 记得 我们所服侍的 不是我的羊 是主的羊 耶稣对彼得说 你牧羊 我的羊 侍奉者要记得 人的成长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第一个过程 是一个依赖性的阶段 我们最有成就感 也最有用的 就是这个阶段 你想想看 一个母亲把孩子 抓在手里 抱在怀里 哪里舍得放呢 那是母亲的官辉 最灿烂辉煌的时候 谁都别想 把这个孩子带走 对吗 但是慢慢孩子 长大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就是独立的阶段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会有自己的想法 就会顶嘴 会主动帮忙 也会做错决定 误入歧途 这个时候呢 你一方面感恩 他慢慢在长大 但是又紧张 怕他走错路 但是又不能说 因为他以为他长大了 那你能做什么呢 你只能拼命祷告读圣经 多数的人在这个阶段 灵性特别好 然后呢 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互助互补的阶段 大家都成熟了 孩子成熟了 我告诉你 孩子成熟了 父母也成熟了 大家能够做朋友了 能够做同路人了 就互相陪伴 一起成长 但是 很多服侍者 就喜欢把你所服侍的对象 一直停留在第一个阶段 就希望他依赖你 因为他依赖你 你很有成就感 请你记得 那不是你的羊 那是主的羊 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不会设立三头主意 把他赚为己有 让用他们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请你记得 这是主的羊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 带到耶稣的面前 不是带到你的面前 他们不是你的 是耶稣委托你 培育的一群羊 服侍者 包括我在内 要记得 要从二回中走出来 需要一再的承诺 记得这是主的羊 第四 服侍者请你记得 我们需要深深的爱主 请你记得 爱主不够深 牧养不了主的羊 那你说 从何开始呢 从什么地方 学会深深的爱主呢 就来到十字架 就像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说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在 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彰显的爱 是祂最深刻的爱 你经历了神的爱 你才会回馈神的爱 先爱神 才能爱主的羊 不是一种软绵绵的爱 不是一种罗曼蒂克的爱 是圣洁的爱 也要求祂圣洁 但是爱祂 是真理的爱 希望祂行在 真理光明当中 这是耶稣基督神的爱 因此 侍奉者请你记得 我们要效法 耶稣基督好牧人 你要认识主的羊 你要带领主的羊 你要喂羊主的羊 你要保护主的羊 像约翰福音第十章 所描述的 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 如果单单靠 我们自己的爱呢 老实说我们的爱不够用 我们爱得很吝啬 对吗 不舍得给 我们爱得很勉强 有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 爱得很累 爱人很累的是吗 有代价的 有时候爱得很圆屈 都是为你好 但是你不懂得领受 有时候觉得爱得不值 有时候爱得很气 我们的爱心也会冷淡 也会不冷不热 爱心也会复杂起来 没这么单纯 是吧 用我们的爱不够 你要深深地爱主 就像你们喜欢唱的那首歌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爱主 好好的侍奉主 这是爱主的承诺 让我们走好自己的路 那第二方面呢 是一生的承诺 在第18到25节 在一生的承诺里边 有三个重点 我要跟你分享 第一 是一个死心塌地的 跟随耶稣基督 在18第19节 耶稣对彼得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束上袋子任意晚来 但年老的时候呢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把你束上 带到你不喜欢去的地方 彼得在年轻的时候 能够自由自在地 为主到处崩坡 年老的时候呢 却要为主殉道 你看这个伸出手来 别人把你束上 这就是定十字架的描述 你伸出手 被挂在那个木头上 然后呢 用绳子绑在上面 那是一个定十字架的描述 耶稣在告诉彼得 他的路将是一条 殉道者的路 耶稣邀请彼得 要舍己天天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 一直跟随到他 也上十字架 这是彼得的路 所以初期的教会的传统说 彼得要求 道定十字架 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向主 耶稣一样被挂在 十字架上 耶稣是复活的主 他确定我们一生的承诺 不至于落空 死心塌地地 跟随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说完这一切话之后 他说 你跟从我吧 十九节 你跟从我吧 这个你跟从我是 现在式的文法 就是继续跟随 是命令式的文法 是必须跟随 否则你走不下去 彼得的自信 导致他否认住 现在彼得要把前途交托住 不用自己的方法 要依靠耶稣 死心塌地地 跟随耶稣基督 一生的承诺 死心塌地 第二 这个一生的承诺是 不顾旁人的 跟随耶稣基督 在二十到二十三节 因为彼得 知道自己的命运之后 他就转过来看 约翰就问主 主啊 这个人将来如何 这个人就是使徒约翰 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很多学者说 看起来啊 彼得和约翰之间 好像存在一些的 竞争的味道在里面 彼得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他就问主 那约翰的命运将如何 约翰是否也像我一样 成为一位殉道者 耶稣对彼得说 基本上 这不关你的事 我来决定他的命运 你唯一该做的 就是跟从我 然后 约翰就纠正当时 教会错误的传言 就以为 约翰会一直地活到 耶稣基督再来 其实不然 耶稣所说的就是 我来决定 约翰的命运 你唯一该做的 就是跟从我 不顾旁人 跟随耶稣 不跟人比较 跟随耶稣基督 一生的承诺 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该走的路 我们要专心一致地 跟随主 也不用比较 有的人跟随 有的人跟随到年老 有的人为主殉道 有的人做得人的遗夫 有的人牧养 主的教会 像个好母人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自己走好 自己的路 你不需要走别人的路 你也走不了 也不要走回老路 别人的路 仅供仓口 自己的路 不能外包 也没有替身 自己的路 自己走好了 心中就踏实了 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弟兄姊妹 记得在 《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第一节吗 我们有着 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 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 各样的重担 脱弃 容易 残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以后做什么 奔纳 摆在我们 前头的路程 奔纳 摆在 我们前头的路程 谁摆上去的 耶稣替你摆上去的 因为你是 耶稣的门徒 我们奔纳 已经摆好的路 继续 与耶稣同行 路摆好了 要摆正自己的态度 摆正自己的方向 然后就踏上去 奔纳摆在 我们前头的路程 不顾旁人的 跟随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 在这里提醒我们 基督徒的生命 最重要的 还不是带着别人做事情 还不是服侍别人 最重要的事 是跟随耶稣基督 我要鼓励我们当中一些 很喜欢侍奉的弟兄姊妹 也很热心 也很有效果 侍奉的弟兄姊妹 你要从一个 CEO的模式 进入一个 耶稣门徒的模式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我们都喜欢做弥赛 被人需要 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 很有用 被人肯定 你的价值和贡献 是很舒服的 那种感觉就像心中 吃了冰激凌这样 非常舒坦 能够帮助别人 就证明你是强者 所以呢 那种喜欢做强者的 就一再寻找机会 来加强这种感觉 因为这个感觉 舒服 爽 当别人把这个机会拿掉 你肯定跟他过不去 对吗 记得 他们是主的羊 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 不要比较 否则我们就不知不觉地 预约了 做耶稣门徒的身份 进到就是主的身份了 希望别人崇拜我 欣赏我 跟从我 而不是跟从耶稣 那你不是做上帝了吗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是离开耶稣基督最远的时候 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生的承诺 死心塌地地跟随他 不顾旁人地跟随他 最后呢 要确定无误地跟随耶稣基督 第三个重点 是确定无误地来跟随耶稣基督 在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在第二十四节 是使徒约翰的门徒 加上了一句话 证明这一卷书是使徒约翰写的 也证明使徒约翰是可靠的目击证人 他写下约翰福音 是来造就未来的基督徒 然后第二十五节 最后一节 又回到使徒约翰自己所说的话 他用一种在文学上称为夸张的手法 来说明耶稣基督的故事 比他一切的想象力更大 他说如果都把它一一地写出来 所写的书就是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了 这种夸张手法来表达 耶稣基督远远地超过你的想象力更大 他的能力远远不足 约翰没有办法能够把耶稣的荣耀说得清楚 然后约翰福音就结束了 约翰福音结束了 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讲 那就请你继续写下去 把你跟耶稣的关系再写下去 把耶稣的福音如何改变你的人生再写下去 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就问 约翰福音的大使命在哪里 马太福音有大使命 马可福音也有大使命 路加福音也有说大使命要去传福音往补天下去 约翰怎么没有呢 有 约翰福音的大使命就表达在 彼得和门徒打了一网的鱼 表达出来 要做得人的鱼妇 就在彼得爱主的承诺里边 愿意牧羊主的羊的里边表达出来 就在彼得自己走好自己的路 约翰也自己走好自己的路来跟随主 表达出来 那就是约翰的大使命 正确无误地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的信息重点 各位弟兄姊妹 就是耶稣的门徒 都要以爱走好自己的路 坚定不移地来跟随他 有时候讲到引经据点 举不同的例证 还有几个的重点 不容易记 那你就记得这句话 以爱走好自己的路 是你跟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坚定不移地 跟随耶稣基督 在结束的时候 我要问弟兄姊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怎么知道你爱主呢 彼得说我要爱主 你也说你要爱主 请问什么叫做爱主 怎么衡量你爱主呢 我想一个爱主的人 就会为主付出代价 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为主付出代价 当你爱 你就愿意付出 爱孩子就会付出 对吗 就像你们看的这个中国电视剧 小舍的 两个妈妈 蒋新 宋江 是吧 两个妈妈 为了孩子的教育 把自己折磨得焦头浪啊 也把孩子折磨得身心焦脆 不见天日 天天玩午补习班走 你爱 你就会付出代价 爱你的事业 加班也不苦 爱你的高尔夫球 一场四小时的球赛 也不抱怨 爱美食佳肴 再远的餐馆 也会去朝圣 爱新款的包包 省吃俭用 也得把它买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爱 你心甘情愿地付出 你爱主 你也会心甘情愿地 为他付出代价 你爱主吗 你爱主吗 你付出了什么 崇拜迟到 一个礼拜灵修一次 你的灵修就是牧师的讲道 这是你的灵修 祷告就是 有苦难的时候就祷告 平常的祷告就是 开场白 聚会的时候 开场白一下 就是你的祷告生活 这是代价吗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觉得一些很矛盾的现象在我们的周围 这个常常是假戏争作 争戏假作 对不对 你看那些作戏 哎呀 演得真好 你跟他一起哭 你跟他一起笑 这个好像深入其境地来经历那个情节的发展 你都被吸进去了 那个好的演员 真会演 演得好像真的一样 对吗 真戏呢 就假作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 假神就很认真在拜 拜得付出代价 性感情愿 真神呢 真神就假假的来拜 应酬应酬 敷衍衍衍 交际交际一下 是不是啊 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我在想啊 这个假戏争作 可能就是因为 因为有观众吧 对不对 演戏的人 被导演要求 来真的 必须把情节都演出来 不然啊 你的戏就没有人看 你的戏没人看 你的片酬就不上去 别人也不再要你拍戏了 你也不会红遍全国 也拿不到金鸡奖 也拿不到金马奖 珍惜呢 珍惜没人看嘛 不需要太认真 就你跟我过日子 那就 努力了 也不一定有掌声啊 得过且过就算了 所以 珍惜假作 假戏 争作 那 假神真败 假神的真败 败得这么认真 因为没路了 什么都败 豁出去了 全情投入 希望它是真的 必须把它当作是真的 来供奉 来抹拜 不然怎么办呢 没路了 什么都败 败得认真 付出大家的拜 拜真神呢 既然是真的 那就不急了 真的东西 你就不用担心 在关键时刻会掉链子 真的东西就错不了 不需要较劲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好了 安安稳稳地等着 这是你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你不是在跟随耶稣 你是在买保险 对吗 你今天坐在这里 是来买保险 还是来拜耶稣 还是来跟随耶稣 自己回答 第二个问题 怎么知道你的爱变直了 你看 跟随主一段时间 我们的爱有时候就变直了 怎么知道你变直了 就是当你从爱主 慢慢变成 爱主给我的好处 那你的爱就变直了 就像婚姻生活过久了 夫妻之间 慢慢就变成 我只爱你 给我带来紫书满堂 我就爱你 每天给我煮的三餐的饭好吃 我爱你照顾家庭 给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爱你照顾我的健康 和维系我的美好形象 不然就我爱你的银行户口 我爱你哄着我 宠着我 我爱你把我当作公主来宠 来供奉 但是 没有周年纪念 没有生日庆祝 生活也没有拥抱 分离也没有可想 也没有共处一时 也没有一起吃饭 咱们各过各的 但是好处千万不要切断 弟兄姊妹 这种的婚姻生活 叫做平行不交叉的关系 就平行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那如果耶稣问呢 耶稣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说主啊 你知道 我不爱你 我只爱你给我的好处 我爱教会活动 经常有新鲜感 我爱上帝给我的保护 上帝就向我的护生福 挂在门上我安心 我爱上帝的祝福 上帝是我的提款机 有求必应 那个好 但是我就是不爱你 我就爱你 给我的好处 那你的爱就变直了 这是你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爱上帝 就爱得非常的畅白 是吧 耶稣会怎么说 耶稣说 我还是爱你的 你一再地跟我平行 不较差 耶稣说 我等 我等你觉悟 我等你承认 你否认我 你利用我 我等你回转回来 我等你 痛哭流泪悔改 我再来问你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你说呢 你说呢 我们祷告 天父啊 耶稣基督啊 今天这个三个问题 向彼得发问 也问到我们这儿了 求你帮助我们回答 使我们能够 以爱走好自己的路 单纯的 生生的 爱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服事 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主啊 你用你的爱 吸引我们 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 专意地 来跟随你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